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 将大输了解放战争的这口锅给了李宗仁 李宗仁只好逃亡到了美国 在美国待了16年后 李宗仁终于充满了重重险阻 从美国回到了中国 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李宗仁回到中国后 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文章 叫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 作者是沈罪 沈罪是军统局的特工 代理最信任的特务之一 李宗仁看到这篇文章后 简直难以置信 虽然自己和蒋介石证件上多有不合 但是还没到了要出自己的地步 为何沈罪会发表这个言论 为了弄清事实 李宗仁回国不久后 就请沈罪来家里做客 沈罪自然知道李宗仁的意思 刚来到李宗仁家里 就开门戒 山 垂出了事情的缘由和经过 沈罪在云南任保密战长时 毛人奉调令让他赴重庆 说蒋介石另有重任 沈罪来到重庆后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 告诉他除掉李宗仁 防止他和自己争夺总统职位 而后又对沈罪一番鼓励和奖赏 李宗仁慌忙打断了沈罪的话 说道 这不太可能吧 当时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很不错 蒋介石为了我的出行方便 还专门将送美龄的专机 美龄号借给我使用 沈罪说道 对的 蒋介石就是想用美龄号专机 然后趁你登机的时候 故意制造功难 让你死得不明不白 李宗仁听后感觉盲刺在背 幸亏没有称作 要不然可就成了冤死鬼 而且终于知道 那自己当年宅邸附近为了有这么多特工 原来不是为了保护自己 而是在找机会自杀自己 沈罪看到李宗仁回过神来 又说道 除了这件事外 蒋介石还想了几种方法 让我们置你于此地 1949年 李宗仁和妻子去十年游玩 罗汉负责保护任务 但罗汉心里清楚 李宗仁现在就是命悬一线 随时可能被暗杀 于是就将保护职责推诿给了军统 说自己难以胜任 军统局自然不好拒绝 只好应了下来 但这样一来 毛仁凤就不敢擅自动手了 如果李宗仁死在了他的保护下 那么他也难以逃脱责任 于是毛仁凤决定 在李宗仁游玩结束后 趁着保护任务交接 将李宗仁杀掉 但前方突然传来战士吃紧 蒋介石的部队被消灭殆尽 蒋介石下野台湾 将带总统位置给了李宗仁 此时毛仁凤在想暗杀 就行不通了 李宗仁靠着运气 接连躲过了蒋介石的这两次暗杀 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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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